來,那個曾委員,再柯委員 剛剛提出來的版本,過段是必要時報請行政院協調資 這不可行,我相信經濟部也不敢報上去請行政院來協調資 到時候責任或相關事情還是經濟部你自己處理 那結果是沒辦法處理 因為過去已經這樣的,過去的規定就這樣做 那已經做不好了 既然這一次要修法,要讓它真的有效 我真的很誠心的建議 在行政院,在行政院設一個督導會報 院長能來就來,院長不能來,請副院長或者是主管的政務委員來召集 這樣才有助於整個事情的解決 不然我不騙你啦,訂這個條文,我看經濟部剩在等 到時候執行很差,沒辦法執行嘛,這真的苛責經濟部啦 他也沒辦法執行 那他還敢必要時報請行政院協調資 我就不相信,經濟部長要報上去,請經濟部請行政院協調 所以我的建議,具體建議 一定要行政院成立 協調會報 那院長當然是希望院長主持 院長不行,您請副院長或者政務委員來協調 謝謝啦,這個我知道國民黨黨團的意思 是希望是行政院能夠有一個會報啦 那是不一定要院長親自 至少行政院比較統合部會啦 那各位黨團你們要不要想一下 好來,啊,對對,各位,來 這個問題是後來提出來的 當然提出來大家覺得有道理 我們來面對這個問題 要怎麼追蹤、管考、漏使、輔導等等 但是剛才所舉的例子 說過去怎麼樣,只有幾件而已 那是過去過去沒有在處理嘛 用演的嘛,用拖的嘛 那這件事是要面對 所以他整個機制,等於要請進一步談清楚 這是整個新法的整個機制 所以你用過去明朝的劍來砍清朝關 可是你沒有看到,事實上這個,這體系是怎麼樣 那,剛才,對面說,講說 好像,只有行政院院長有牙齒 我們國家是這樣的處理嗎 國家是這樣的運作嗎 大家的事就看印有一個頭面 這個國家不是如此運作 各部會都有各部會的執掌嘛 各部會應該負責的事情是一個群體的 是有效的,有集體來運作的啊 那,曾中文委員剛才講過說 沒有這樣的話,沒有用 頭上的我要問你 恐怖法修正時候,你怎麼沒有這樣的言論呢 恐怖法也是,環保署會同主管機關 要不要所有行政院處理啊 是不是這樣 恐怖法也是牽涉到環保政策,產業政策,引人員政策啊 那本來主管,這個主體 有牧義書的主管機關 其他都要進來 有問題,沒關係 因為這個東西,在追蹤環保 你多年就要睡覺嗎 這通過我們不會叫他報告嗎 他上網了耶 那你以為難道不見了嗎 沒有你多年了 所以我們想一想 大家把城區極度推高 代表,我是想挺環保耶 我想,這個大家往這個思維來想啊 好像沒有提到行政院 下次要提到總統 我說我不重視這個問題 應該是我們有實際的來看待 是不是請進一步回答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 應該這個議題也差不多了 請王市長來回應一下 好,謝謝各位委員 那確實齁,這一個法修了 因為是專章 所以它的架構跟過往的三十四條 三十三條呢 是不一樣 它確實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我們其實現在 我們經濟部就已經召集各部會 也邀請那個地方政府 我們來開會 那我們也已經開始在盤點 要是這個法過了要做多少事情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已經超過三十項的事情了 那每一項,像那一天我們開會 光一件事情我們就開了三個小時 也就是說 這一個再過來按照這個法要去執行的事情 多如牛毛 然後每一個事情都是非常執行面的細節 那要反覆跟 像內政部啦 還有地方政府來 確認那個相關的執行部分 所以其實 在經濟部來做這樣的統合 在目前我們現在已經 開始開了兩三次會 是做得起來啦 那如果有重大政策 需要院裡面的話 我們也一定會 報給院裡面來協調各部會 那重點是 通過到生肖之前 甚至生肖的開始 我們相信那個要召開的會議 是非常非常非常多 那所以如果說這個會報 把它定位成我們經濟部就可以召集 然後就可以邀請外部的專家學者團體 一起來定的話 其實我們每一次都會把它寫得非常清楚 所有的工作跟所有的細項 那這個部分其實 比較重要這個法則或是這個執行面的這個問題 那我們會盡快來執行 好 曾委員講話之後 我們就要來做最後的一個裁決 剛剛 柯建平委員講得非常好 他說 我們這樣的建議是 明朝的劍 斬這個清朝的官 我們現在用清朝的劍 來斬清朝的官 剛剛王美花次長 我說你的思維啦 現在是有新法 我現在可以說也不可以說 我現在可以說也不可以說 我不要說 曾委員講 來啦曾委員來 來啦 好好談好好談 來 王次長口才很好 講得非常清楚 我現在問一問題你要答覆我 你不要被清朝的劍 被斬的第一個關 你剛剛講說 哇多少劍 哇開啟是會議 我請教你 這個法修完之後 你打算 不要講一年啦 五年內 你會輔導多少家 企業 好話話 不管現在是三萬五千家 四萬五千家 或者是三萬家 五年內 十年內 你會輔導多少家 讓它好話話 可以不可以答覆我這個問題 好 你就答覆一下 我們就處理了 因為這個法其實是 第一個部分是要來 特定工廠的登記 那特定工廠登記之前 要符合環保 空屋 水屋等等的 那如果就這個部分 我們是非常有信心 因為兩年內它要來申請 然後納館 那這個一定 加速一定是非常多 但是坦白講 我不敢講說 到底是幾千家 或者是幾萬家 但是 但是這個法的這個機制呢 絕對 會比過往的機制呢 會 好非常非常多 對 好非常多 好 那 沒有 他問裡面大家有問題 好來 因為 王市長 對於醫護很熟 但是答覆我是用形容詞 他說幾千家沒有問題 沒有沒有沒有他沒講 有啦 幾千家沒有問題是不是 有沒有 有沒有辦法 一萬或兩萬家 他說幾千家沒有問題 你現在又要提升到幾萬家 那好 你說幾千家 到底幾千家 幾千家不能 那個一個部落 這個其實就蠻多的啦 客人知道 講政策面法之面的問題 好啦那個細節 你這樣 這樣子的話 可能等一下你就下去 三讀通過了 你 他就答應你會幾千家了 到底幾千家 一年內 兩年內 他說五年內 五年內 幾千家 所謂幾千家 所謂幾千家 是一千到八千還九千嗎 沒有啦 現在這樣啦 我們來處理 一個思維什麼 清潮界民調官都是一樣 我們是 我是講一個事情說 我跟他說 我們現在 講台是說 以前沒法 都用原的 所以都沒辦法處理 既然一個新的思維 新的措施 新的整個 可以讓法院成功做 所以 可以往前做了吧 你比較有法 我們就希望他 若是之前 你也不敢 我們現在立法 以前媽媽的都用 我們是要 你落實之前 你反而不願意 那天空 還要是 重視 好 那如何 把這個法 肉實去執行比較重要 我不要忘記 各位都是立法委員 希望下屆我們有機會 再來監督 好 這樣子啦 這個案子已經討論 一個小時了 大家重複 講的內容都一致 第一 大家 有一個共識 就是要 有一個匯報 來督促 來督促 主管機關 縣市政府 盡速來輔導 讓這一些工廠 能夠合法化 這個目標 大家都一致啦 那這個組織到底要什麼組成 才會有效率 這個一定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啦 各自有各自的想法 如果大家沒有辦法 做最後的一個協商 的結論 比如說各黨團 覺得有些事覺得 要行政院長來主持 才會有效率 那民進黨黨覺得 好 就讓各部會 便宜全責 負責處理 那如果要跨部會協調 再報行政院來召集 這個 這樣比較有效率 那我們是不是這個案 就到院會來處理啦 好不好 大家立場已經表達夠了啦 我們這個案子就保留啦 好不好 好 那這個案子我們先保留 那我們 每一個保留的案子 一定會 讓大家有 講話跟 表決的機會 大家請放心啦 好 我們現在進入 二十八之五